在新冠疫情出现近两年之后 抗新冠病毒的口服药物开始进入收获期 11月4日 美国药企默克宣布 其小分子药物获得英国药监局批准上市 成为全球第一款获批用于治疗成人轻度 至中度新冠感染的口服药物 辉瑞新冠口服药试验结果发表后 一位药物研发领域的科学家在科学网站上写道 在我们抗击新冠病毒的路上 又出现了一个转折点 我们已经有了疫苗 现在又有了在疾病发生早期可以服用的药物 有多少传染病能拥有这么多武器 公开报道表明 国药集团中国生物 目前正在密集研发两款新冠治疗特效药 新冠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和抗新冠病毒丹克隆抗体 其中前者已获得国家药监局 和阿联酋卫生和预防部颁发的 国内外临床试验批准文件 相关临床试验也已展开 对于辉瑞新冠特效药的初步结果 研发中的新冠中和抗体 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吗 纽兰生物创始人王浩然 曾在国际药企诺华担任科学家 对此他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说有辉瑞和默克的诸域在前 类似机制的口服抗病毒药物 以及新冠中和抗体 其实都可以暂停了 关于新冠口服药 可能会对疫情带来的影响 资深药物研发人员德瑞克 洛夫11月5日在科学网站上这样论述 疫苗当然是意义重大的 最好一开始就不感染 但的确存在一些突破性感染 更糟糕的是 因为疫苗可及性和接种意愿问题 世界上还有太多人没有接种疫苗 但是香港大学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东燕 并不认为有了口服药加持 终结新冠疫情就有了无敌杀手锏 他说世界上很少有病毒性感染 是可以依靠药物被彻底控制的 因为这类药物需要在感染早期服用 越早越好 否则就没有效果 一位药学界人士在接受自然采访中 也表达了这种担心 就是即使较贫穷的国家 能够负担得起新冠口服药 他们也不具备正确使用 他所需的快速诊断能力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 甚至一些富裕国家来说 快速检测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汕头大学病毒学专家常荣山认为 对于中国来说 这类口服药的实际用途并不会很大 比较经济的 符合实际的方式 还是接种疫苗 他还担心 如果有了对口服药的依赖心理 反而会放松防控 不利于疫情控制 中文的بي依赖心理 中文的依赖心理